《漢豐雲》 大家好 歡迎來到漢豐雲節目 這是我們2024年的第一期節目 在這裡 我供足新老朋友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今天來和大家談一下 新房長黏了彭麗媛的光 原本是個草包 共軍高級將領集體出事 專家分析其中的原因 習近平對軍頭張又俠已經利用完 現在到了拋棄他的時候 張又俠可能被迫造反 在進入話題之前 首先感謝網友 《破漏》對我們的愛心支持 中共國防部長職位元兇兩個幾月後 終於公佈人選 新華社12月29日報導 前海軍司令董軍 莫任命為新的國防部長 董軍是山東人 這次是中共破格任命 是1949年以來 首位出自中共海軍的國防部長 也是多年來 第一個不是由中央軍委的人擔任國防部長 和董軍同年入伍 還有過交集的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 前宗教姚誠指出 作為彭麗媛的老鄉 董軍的上位歸根結底 還是刺山東人的光 姚誠直言 董軍基本上就是草包一個 中共軍隊現在是用奴才 不是用人才 悲哀 董軍和姚誠是同年入伍的 兩人認識的時候 董軍是軍訓部參謀 姚誠是航空部參謀 姚誠在X平台發文說 董軍有一定的機關工作經驗 不過文字水平一般 識得搞事 善於結交領導和同事 習近平任命他為新房長 貴近結底作為彭麗媛的老鄉 董軍確實黏了山東人的光 分析認為 習近平提拔很多新人 甚至包括彭麗媛那邊親戚的勢力 是因為他已經進入到 一種完全不知道誰可以信任的狀態中 他過去自己提拔的這些老神 他仍不信任 因為誰都不敢跟他說真話 這是習近平自己造成的 大家趨於自保 沒有任何人敢跟他說真話 你跟習近平說真話 說不定下一個倒楣 你可能就被他一腳踢下去 所以習近平覺得老神都不可靠 那就提拔一些新人 讓他們互相制衡 種種跡象表明 習近平正在為將來 在台海或南海開戰做準備 董軍獲提拔的一個原因 是他有海軍的經驗 董軍曾在2021年8月升任海軍司令 此前 他還擔任過南部戰區副司令員 這個戰區負責管理南海 另外幾天前在12月25日 習近平晉升新上任的南部戰區政委 黃文泉 和海軍司令胡宗明為上將 評論人士光鋒分析 對台作戰和南海問題 都是未來中共軍事戰略的重中之重 因為他們都需要海軍的重要角色 習近平等於是已經開始派兵暴陣 為最後的決戰 在做方向性的調整和佈局 中共官方在12月29日宣布 罷免9名軍方將領的人大代表資格 在這9個人中 有5個出身於火箭軍 3個來自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 還有一個 是南海戰區海軍原司令員谷新春 有報導指 這9個人只不過是冰山1個 外傳還有更多將領涉案 再前2天的27日 習近平撤銷了3名軍工企業 高層的政協委員資格 這3名不是一般的高層 幾乎是一把手或者二把手 加拿大智庫塞西斯公司的分析師表示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在火箭部隊 大範圍內部調查中 最終獨約摸有70人被帶走 官方現在只是宣布出來9個 都只是很少一部分 這些將領被整肅是因為貪腐 還是泄物? 中共是無官不貪 在官場上還可以找出不貪污的官員嗎? 所以官方說這些人有貪腐問題 倒是在做表面文章 做給民間看 較早前傳出火箭軍高層 泄物的說法 那這些人是不是因為泄物而被清洗? 粉絲認為 若美國中情局收買一個 兩個中共高官員 善物一說是有可能的 不過美國應該不至於收買這麼多 同一個單位同一級別的官員 火箭軍整個高層 兩任司令、副司令、參謀長都已被清洗 美國應該不會花大價錢 去收買中共同一級別的機密 呂澳法學家袁鴻冰表示 這些將領被整肅的根本原因 不在於什麼事物 也不在於什麼貪腐 是在於這些官員 在內心深處 對習近平的一系列政策 都表現出反對的態度 他說這是習近平面臨的最大政治危機 習發現親自替拔的人都是兩面人 而且要整肅的範圍不斷擴大 由火箭軍擴展到空軍 戰略支援部隊、軍工體系 這樣令他極度恐慌 江峰認為 習近平對這些將領落重手的原因是 一旦台海開戰 這些將領是最容易倒戈的 江峰表示 大家往往忽略了無奈前 中共當局對另一位上將留亞洲的抓捕 他對台灣的防禦實力 台灣的抵抗決心 是有清醒認識的 對美軍和國際軍事聯盟力量 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留亞洲是一位軍中思想者 和領軍人物 他的國防思想 特別是對台作戰和武器的使用問題上 有一批軍中擁護者 軍中實力派在這裡支持他 雖然大家開會的時候 都會表態要服從習主席的領導 不過越是有機會和美軍發生直接對撞的兵種 好像火箭軍、空軍、南海艦隊 這些軍隊的將領 他們發自內心對留亞洲的現代軍事思想 更加認同 喊口號還喊口號 到了打仗的時候 這些將領最容易倒戈 他們是習近平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礙 習近平當然要將他們撤換下來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指出 現在中共已經進入當年史大林的清洗模式 這些以李克強的突然死亡 和秦光、李尚福等突然失蹤為標誌 習近平以秘密清洗的方式 來縮清他認為不放心的人 他已經完全拋棄了一個最起碼的法治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 可以說是人人自危 就算這個人他今天還在發表講話 他怕這一切都正常 到明天他可能就徹底消失 甚至可能再過兩天 他就已經人間蒸發 連屍體都找不到 袁鴻斌說 這樣的結果就使得不僅是軍隊 整個官僚體系都會日益離心離得 官心動蕩 官員的不滿將會日益嚴重化 大家知道 這些中共的官員 是中共統治的基礎 官心動蕩 官員的不滿若果持續增長 那對習近平 他個人獨裁統治 將會形成極大的政治威脅 袁鴻斌推斷說 經過這次大清洗 中共體制內的官員 普遍躺平 和抬政現象將會更嚴重 中共宣布免許九名軍方人員的人大代表資格 其中至少有三人 和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 張又俠存在關聯 這意味著張又俠已經無法保護其下屬 他和習近平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和張又俠存在關聯的三個人 第一個是裝備發展部原副部長張玉琳 當時張又俠是張玉琳的直接上級 第二個是在裝備發展部任職的姚文敏 但是他的年齡 郡閒和曾經擔任的主要職務不明 第三個是火箭軍 原裝備部部長呂宏 當時呂宏是李尚福的直接下屬 而張又俠是李尚福的老上級 張又俠出生於1950年7月 他的父親張忠信是中共軍方高級將領 張忠信和習近平的父親 習仲勳在戰爭年代 曾經屬於黨內同一派系的戰友 兩家人是世交 因此張又俠和習近平的私交甚深 中共的內鬥一向離不開軍隊的支持 習近平的執政也離不開張又俠的鼎力相助 時政評論人士陳破空表示 儘管張又俠目前還未失勢 不過由於九名被免去人大代表資格的張領中 至少有三個人和他有關 這表明習近平和張又俠的關係非常緊張 我們可以看出新的權力鬥爭態勢 即是習近平對張又俠已經利用完 現在是拋棄張又俠的時候 那習近平是否會對張又俠下手? 陳破空認為 習近平現在非常派斥張又俠 將其邊緣化 甚至對其進行監控 不過他不敢對張又俠下手 陳破空說 因為張又俠現在是政治局委員 是第一軍委副主席 習近平若要對張又俠下手的話 震動太大 而張又俠在軍中的人脈也好心 因此習近平不敢下手 估計他會等到張又俠這個任期結束 讓他自動退下去 不過張又俠在位的時候 習近平是不放心的 他對張又俠進行監視或監控 不過不可以排除任何事情的發生 現在習近平盡可能穩住張又俠 不過顯然軍中已經出現了分裂 中央軍委的六七個人都處於分裂狀態 除了出事的理想福之外 軍委委員劉鎮立是張又俠的人 而另一名軍委委員張聲文也是張又俠的人 因此當前中共中央軍委內部 已經形成了習派和張又俠派之間潛在的對立態勢 評論人士岳山表示 習近平生性多疑 他對張又俠的故技之一 正正是張又俠在軍中紅二代的地位 已經到了一夫百姓的地步 另一方面 習要打台灣 也要靠張又俠 張又俠是軍中殘留的 有經歷越戰的實戰派將領 目前的兩名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分管作戰 何衛東主要管政工 岳山認為 雖然何衛東做過東部戰區司令 被指是台海派 不過真是要打台灣 仍然是主管作戰的張又俠的事 張又俠外派前線指揮作戰的可能性更大 到時他掌控前線軍隊 張在外 軍命有所不守 加上可能以離心離得 很容易出現手下人造反 特別是若果李常福 在被關押期間 為求生絕地一擊 會不會供出張又俠在軍中搞的 非組織活動問題 習近平一旦有所舉動 張又俠可能被迫造反 成為中國版的普利哥津 好 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還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燒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